出货单结合客户资料的应用 那我们现在已经抓到客户编号,对不对 那现在我要把客户名称抓进来哦,对不对 客户名称当他选到是C2001就要选 把大学科技的资料带进来 好,那Vlookup第一个,索引值是第一个 那这个是第二个栏位,如果要联络住址是第四个栏位 1,2,3,4,5,6,7,有七个栏位 好,再看一遍,这个叫索引值 那我们回到出货单这里,当他抓到2001的时候 那就要把客户名称抓进来哦 等于,我们刚刚前面定义过了 VVL,Vlookup,对不对 按两下,所以你只是哪一格 这一格,当他抓到2001的时候来逗号 那打什么东西呢,输入客户资料 逗号 这第几格,第二个栏位,完全比对0 按右刮5结束 那就抓到大学科技,有看见吗 好,那我换哦,如果不是C2001,我改成C2006 你看就变知望科技了 那我们核对一下吧 在客户资料里面的C2006的名称叫知望科技 那接下来,我想把他的联络柱子加进来 联络柱子第几个栏位 1234,第四个栏位 如果是第四个栏位就可以抓到高雄市北投中央路 有没有,好,回到这里 联络柱子在这里呢 在这个地方 那这可不可以直接复制过来 不可以哦 那个知望科技他的参考栏位是 这一格要去抓这个参考 只这一格 如果呢,你把它复制下来 那这一格会去抓这一格 这个是空的哦 所以呢,我们先复制下来给你看 他这边就错误了 要把这个定下来,还记得吗 点在G3这个,点这里按F4 F4做什么呢 把它变成$G,$3变成绝对位置按Enter 接下来就可以了 Ctrl-C复制Ctrl-V贴上 怎么一样,当然一样 你要把跟他讲第四个栏位 是Enter 就抓到住址了 好了,我们再换看看咯 我把C2006改成C2001的客户编号 就换掉了 大学科技高雄市,有没有 C2002,义光科技新竹市 接下来做联络人了 联络人是第几个栏位呢 联络人是第七个栏位 最后一个,所以再回到出货单 Ctrl-C,Ctrl-V贴上以后 再把栏位的4改成7 Enter 看一下联络电话 联络电话是第五个栏位 Ctrl-C复制Ctrl-V贴上 再改成第五个栏位按5 那传真呢 传真是在第六个栏位 再回到出货单 Ctrl-C,Ctrl-V贴上 再把它改成第六个栏位 同一编号 再回到客户之后 同一编号是第三个栏位 再回到这里来 Ctrl-V贴上 Ctrl-C,Ctrl-V 那把这里改成第三个栏位 那联络人日期呢 当然就用什么 today 等于 函数开始 tod 按两下 today就是今天 那永远就是今天的日期 如果你明天开起来 就变2015年的4月11号 那账单笔号是自己编的 账单笔号 这个是自己的流水号 那我们看一下哦 当我在这里选择 不同的账户的时候呢 资料就全部改掉了 就可以把 运用客户之后 把定义成名称 在出货单里面应用 这样就非常方便了 那这请同学试试看